各位,今集围怒时政节目 我们请来全国政协副主席 前特首梁振英 与他们围怒聊聊天 各位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围怒时政节目 我是主持人冯伟光 今天很高兴 邀请到全国政协副主席 前特首梁振英先生 接受我们的专访 梁先生你好 大家好 梁先生 你常说鼓励年轻人北上 让他们对国家听少一点 看多一点 但有些年轻人连深圳也不肯过 那怎么办 为何说听少一点 因为很多青年人 他们只听 他们自己没有去现场看过 很多时候他们听到的 包括虽然现在没有了 《苹果日报》这些 《暖七八糟》的所谓传媒 但很多时候在网上 仍然他们接收到一些 不是很传练 不是很准确的信息 因此我们中文的句话 百民不若见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点 去内地走动一下 所以我一向都说 例如大学生去到内地 我都帮手组织 赞助那些团 去到那边多点时间 给他们可以自由活动 由他们自主去决定看什么 还有 对某些群体来说 也不需要一下子 说太多政治历史的东西 说得比较贴切 应该可以说 投其所好 你喜欢喝红酒 你喜欢看葡萄原装的 怎样让酒 去灵下 灵下的葡萄酒 发现得不错 那便去灵下 然后在星空底下 品尝灵下的葡萄酒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不需要一下子 我们组织他们在一些 外国主义教育基地 当然他们肯去更好 所以我觉得 做这个工作 我们是一个 细水长流 争取人心的工作 你为了近年来 到处全国走 全球走 你有没有一些 特别的事情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的 譬如说 南沙离开很近 西九去到南沙庆盛高铁 我们没有疫情之前 现在未完全恢复 西九高铁去南沙 三十五分钟去到慶城站 离开慶城站不远 在南沙范围内 有一个火箭厂 香港有多少人 包括青年人 知道有南沙的火箭厂 离开香港那么近 它不是说 规划当中 已经投产了 第三支火箭 现在正在做 还有全世界 固体火箭当中 第二大动力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 我在内地到处跑 我碰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香港人往往对内地 包括近在紫尺的南沙 最新的发展情况 不知道 你不知道 就不可以对我们国家的 内地有一个全面 和一个真实的理解 当内地很多朋友 对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行 和航科中心 到底具体做什么 也都不知道 所以双方有很多沟通的工作要做 往往 尤其是有些香港人 因为内地复原广大 内地要了解香港 那就是1,100平方公里 有一个地方 香港想了解内地 那么多的城市 东南西北 而且你要去一些 比较远的地方 零下 三几个小时的飞机航程 所以还有内地的发展很快 你去过零下什么 去过 几年之前 五年前 这五年零下的变化很大 所以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而很多人 他不知道的同时 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我也是那句话 你要去现场看 我也很希望 内地的企业单位 事业单位 能够多些开门 能够给香港的青年人 和各界朋友 进去里面看 你譬如说 你说南沙现在有火箭厂 如果青年人只听 他只能在门口过 他不可以让他进去看 那个印象没有那么深 所以我都跟这些单位说 希望我能够尽量安排 其实有些时候 好像我们小时候 我最记得 在小学的时候 去参观香港的工厂 印象最深 就是去参观维塔纳 但进去还可以喝 小时候知道 原来那时叫做 几自动化的大型工厂 不是山寨厂 原来是这样生产的 所以如果内地能够安排 就是一些专门的公关部门 专门训练 有些人不需要 总工程师的总指挥出来 你就有一个 他是科技人员 但是他知道 一些基本的东西 可以向香港青年人介绍 你就可以 一个星期三至五次 不断让香港人上去 香港对国家的认识 就会比较快地 能够追上事实 现在很高兴见到 南沙的火箭厂 叫做中科乳航 是中科乳航下的一个企业单位 他们都有这方面的准备 我希望将来他们对外开放时 香港的青年朋友 尤其是如果他自己在读的专业 与这方面有关 我多都要严重看 有机会协调到 我找大学生去看 你问你出来好吗 你有没有感动的事情 和大家分享一下 无论在一带一路的国家 或在我们自己的内地 有很多的 我们有人说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因为国家发展大局 在很多方面 如果简单分 首先分国内 国外 国外就是我们在 一带一路 做完善国家 我们国家做了很多事情 有共商的事情 我们开大会 共建我们的基建 确实竞争力很强 水平很高 在外游海边 你说 譬如马尔代夫这些地方 如何在海底 在脆弱的珊瑚礁上铺 电纜 提升国家的通讯水平 另外我们还有共享的项目 共享项目 包括有官方的 我们有China Aid 有些缓外的机构 而非官方的 我在香港五年前 4月13日成立的 一个共享基金会 是一个非官方的组织 因为香港非官方的公益组织 做慈善工作 百多年的历史 很上轨道 香港各方面的制度法律 也很完善 五年前成立 至今我们在五个国家 有白内障致慢的消除行动 重点是消除这两个字 意思就是说 不是去到一个国家 做两三月 接着我们拜拜 也不是说 我只做一千个病例 我就拜拜 而去到一个国家 我们一天圈了他当地的行政区 比如一个省 又或者全国 我们要做到最后的病人 復命才找到他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感人的故事 包括在东非的急报题 有一个怀孕的妈妈 还有伤胞胎 陪她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过来我们的移动手术车 接受眼科手术 半个小时手术期间 这个女士心里忐忑 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 一路陪着她 抱着她 安慰她 因为她很快要生产 所以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那个爸爸在手术车下来了 那个手术很顺利 过了一晚突然揭开沙布 他服命 那个时候 这个妈妈就为这个病人 生了一对男孙 他们很感动 因为男孙出生之后 这个外祖妇 就可以亲眼看到自己两个 抱抱 他这家人决定如何呢 决定将这两个 这类双胞胎 两个男子的名字 跟我们共享基金会 在当地聘用的急报题的工作人员 其中两位男士的名字来改名 那就是一世了 跟这两个共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改名 很感动的 这两个例子很多很多 还有就是我们共享基金会工作人员 目前来说我们还是香港人为主 以这些香港的工作人员 因为你想不到 在一些弱质签签的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很多人对香港的青年人 尤其是女性的青年人 觉得买得苦 香港这个地方太多养尊处优了 但其实不是 出去我们接着五星红旗 出去实现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 倡议共享的精神 这些其实是 我们在香港做了一些宣传之后 很多学校 很多家庭家长 都来找我们 希望孩子们可以参加我们的工作 希望大家取 Southeast翻译 我们下期比什么